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务员 薪水是固定 每个月扣除家用 就没有剩 很多时候都在用信用卡 儿子还在念大学 那么 他的每个月工资 都在用在这个家 这个了解了因果之后 这个学员不再埋怨 只是在想这一生 如何圆满人生这个课题 但是现在 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学员又帮不到他先生 觉得很难过 好多人都劝他先生去医院检查 这个先生就是不去 那么他劝他 尝试来看看超码的书 来转运 他也不相信人生有轮回 说不用了 他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他说这个学员就问了 导师 请问呢 这个学员 他自己能够帮这个先生 再做些什么 还是让他自生自灭 他说但是呢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果自己的先生救不到 能算圆满吗 还能救外面的人吗 他说帮不到自己的先生 去跟外面的人讲超码有多好 会不会心口不一呢 他说这下他迷惑 请导师指点 让我问你 如果这个先生是你的先生 你是怎么办的 救他还是不救他 怎么救 好尴尬的微笑 为什么 跟你讲 这叫做转不动 我跟你讲 贫贱夫妻百事哀 贫贱就是因子 百事哀是因果 所以你要了解 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不希望是这样的人生 但是很不巧 很多的人生 他走到后面 走到就是转不出来 就走到这里了 好 这里面有好几个层次 我要讲 我经常说 个人修个人得 我先反问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自己不先修好 搞不好你自己都陪葬 所以步骤很重要 自己先把自己修好 什么叫把自己修好 先把自己观念弄清楚 对不对 把自己的修为 修到一定的程度 虽然先生是长这样 但是你也看开了 对不对 你如何看开 你要把到底搞通 你才不会生烦恼 生埋怨的心 生悔恨的心 生一大堆 你不该生的心 讲得容易 做起来就要有真功夫 真功夫 你没有实修实练 门都没有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我把这东西拿起来 跟你一起讨论 就这样 第一步 先帮助自己吧 赶快提升 是真的 赶快提升 这过程里 你祝福先生 对吧 今天祝福他 明天祝福他 可能他也好过 你也好过 我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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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